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尊敬的各位同修 大家好 阿弥陀佛 今天我和同修们交流分享的题目是 我们需要正信的宗教 我接到这个题目以后 吓了一跳 这个题目好大呀 它不单单是说佛教 而是所有的宗教都要涉猎到 这对我来说 确实难度比较大 怎么办 既然是题目给了 我也不能知南尔退呀 尽力尔维吧 遇到了难题 找谁请教呢 当然是找祖师大德了 他们是传道 授业 解惑的老师啊 这一个时期 我把印光大师 上镜下空老法师 黄念祖老居士 有关宗教方面的论述 查找出来 反复认真地阅读 然后 把我读懂的东西 讲给大家听 现买现卖吧 但愿我不要把祖师大德的东西卖错了 如果卖错了 那就误导众生了 下面 我们先来说说 什么是宗教 什么是宗教 宗教是教育 这是上镜下空老法师 对宗教二字最精准的定义 如果用中国文字来解释 宗有三个意思 第一个 主要的 第二个 重要的 第三个 尊重的 尊重 崇高的意思 教 也有三个意思 第一个 教育 第二个 教学 第三个 教化 宗教两个字连起来就是 宗教是人类主要的教育 重要的教学 尊重的教化 宗教是教育 已经被联合国承认了 宗教的教学内容是什么 伦理的教育 道德的教育 因果的教育 圣贤智慧的教育 这四样东西在哪里 都在各个宗教的经典里 在宗教的教学里头 此前被我们疏忽掉了 丢弃掉了 如果真正知道 宗教的重要性 我们才知道 宗教能救世界 跟中国的圣贤教育 没有两样 都是神圣的教育 所以 西方恢复宗教教育 西方就安定了 东方恢复中国传统文化 东方就安定了 这是上经下空老法师 为这个世界的安定 开的一记 要道并除的良方 西方的宗教 和东方的辱师道 一经融会贯通 世界和平就回归了 现在对这件事情认识的人 越来越多了 特别是老法师 进入联合国之后 做了很多推动性的工作 得到了一些 驻联合国大使们的认可 他们盛赞 老法师 是大胜大贤的和平使者 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 也积极地推动工作 93岁高龄的老法师 为世界和平 不遗余力地奔走 演讲 呼吁 老人家功德无量 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2019年10月7日 一年一度的世界和平大会 在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 隆重召开 教科文组织 执委会主席 多国大使 及世界佛教徒联谊会代表等应邀致词 教科文组织 教科文组织 执委会主席 李炳宪阁下相信 借鉴历史 与先人的智慧 可以帮助我们建构和平 与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伊朗大使 贾拉里阁下致词 思想能够带来和平 也能引发战争 所以教科文组织的使命 就是在人类的思想上 种下和平的种子 科特迪瓦大使 宝伊格尼阁下致词时呼吁 应当加强年轻人的 和平文化教育 讲伦理 道德 宗教 历史 纳入教育体系 多哥大使 桑比尼阁下致词时说道 上帝资争 上帝赐予人类爱 谦虚 理解 与包容的能力 因此 和平 是可以被实现的 净空之友社 现任主席 赛伊德先生 引用中国古语说 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和平道路 是漫长而艰难的 所以必须日日持续向前 世界佛教徒联谊会副会长 小林正道法师 致词时表示 内心平和 是外在和平的基础 迈向世界和平的第一步 就是先改变自己 悟行法师 代读 净空老法师 开幕致词 心和 天下和 强调 和平 首先在自己心内落实 然后才能影响别人 促进社会和谐 我们祈愿 世界和平 早日回归 下面我们来说一说 宗教教育的内容 从 另一个层面上说 就是 爱的教育 哪个宗教 能离开这个爱字 上帝爱世人 神爱世人 没有一个宗教不讲爱 我们佛教 叫大慈 大悲 这也是爱 而且是大爱 爱是宗教教育的总纲领 只有爱 才能化解冲突 才能带给世界 永久和谐 爱的教育 是宗教教育 让我们一提到宗教 就想到爱 不少宗教领袖 对这个表示非常赞同 用什么手段 学佛陀 学佛陀的爱 我们学会了之后 代表上帝 代表佛陀 去爱世人 现在这个世界 只有这一招 能解决问题 其他的 一点办法都没有 老法师的这段话 我们听懂了没有 宗教教育 迫在眉睫 我们要就燃眉之急呀 这件事情 需要有人来做 什么样的人能做 肯回头的人 什么样的人是肯回头的人呢 把明文立养 自私自利放下的人 肯发心认真学习 全身心投入到这项工作中来 只有这样 这个世界才有救 所以 需要一批 把道理搞清楚 搞明白 把事实真相 搞明白的年轻人 勇于承担重任 这就有救 这叫做使命感 有使命感 它不是来造业的 它是来救世的 如果西方宗教复兴 经典有人讲 讲得让听众欢喜 东方有人讲 鲁士道 也让众生听了欢喜 这个地球就有救了 必定得到三宝加持 必得祖宗保佑 教育很重要 整个社会 是天下太平 还是天下大乱 与教育的关系 尤其是与宗教教育的关系 实在是太大了 教育是根本 所以古德教导我们 建国居民 教学为先 中国人最懂教育 这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 中国的教育目的是什么 学做人 学做什么样的人 学做圣贤之人 所以 中国的教育 是圣贤教育 这个教育 要从小孩子抓起 从两岁能说话 就教他读 三字经 弟子规 感应篇 把伦理 道德 因果的基本概念 教给他们 让孩子从小养成习惯 长大 自自然然 思想端正 言行 可以做 社会大众的模范 无量的圣贤人 在这个社会上 这个社会 怎么能不好 佛法教 放下贪嗔痴慢疑 在从事 孔老夫子的 温良公俭让 这样培养出来的人 走向社会 无论从事哪个行业 他都有智慧 这样的社会 该有多么美好 中国传统文化 是旧中国 旧世界 真正的宝 我们一定要 承传下去 要让我们的 老祖宗放心 中国传统文化 不会在我们 这一代手中断绝 继承传统文化 不让乳师道 断灭掉 用什么方法 能够做到 老法师告诉我们 我们必须要把 孝道和师道 找回来 必须要把 中国传统教育 过去私属的教学理念 与教学方法 找回来 只有这样 中国的乳师道 才能够延续 才能帮助 挽救世道 人心 让家庭幸福 让社会安定 让国家兴旺 让世界和平 中国的传统教育 它的目的是 把人都培养成君子 贤人 乃至于圣人 把社会 国家 带向 安定 和谐 这种教育 在全世界 是独一无二的 这样的教育 要推广到 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国家和谐了 整个世界 就和谐了 中国人的教育 是最值得 赞叹的教育 中国的教育 这么好 怎样把它继承下来 并发扬广大 这是面临的 严肃的问题 光说 不行 还要把它做出来 上镜下空 老法师 把传统文化 说出来了 说得那么明白 透彻 老法师 把如何承传 传统文化 做出来了 做得那么令人信服 老人家 高瞻远瞩 智慧朝群 他的关于 承传 传统文化的构想 可以说 是可触 可摸 可行的 完美蓝图 老人家 现在已93岁高龄 身体力行 以身试教 把这幅蓝图 一步一步 变成现实 多么可亲 可敬 可爱的一位老人 老人家 老人家告诉我们 孩子 是民族的命脉 传统教育 要从孩子 抓起 这是说到 根上了 怎么抓 老人家提出 办一条龙 传统文化 教育学校 用办 补习班的方式 来推广 补习班 分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 初级班 从幼儿园开始 到小学 学习六年 这个阶段教材 是学习 圣学根治根 这本书 要求学生 能背 能讲 能落实到生活 这六年 是教会 怎样做人 第二个层次 中级班 学习六年 相当于初中 高中 学习的教材是 四书 五经 通通严格要求 要会背 要会讲 要会落实 这六年 这六年 是教会 怎样做事 第三个层次 高级班 学习六年 相当于大学 学习的教材 就是一部书 群书制药 这是唐太宗的 治国宝典 这六年 是教会 怎样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中国的教育 是圣贤的教育 培养出来的 一定是圣贤之人 群书制药 里面内容是什么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这四样东西 学以治用 学了之后 我们能够用上 跟我们的生活 融成一片 这个很重要 怎样帮助我们修身 怎样帮助我们成为 圣贤君子 群书制药 都有答案 用在家庭 家庭和睦 家和万事兴 用在国家 一切制度 都上轨道 用在天下 天下太平 这个天下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大同事件 大同事件在哪里 就在群书制药里 老法师有一个心愿 希望有人能把群书制药的序编写出来 把一部完整的中华民族文化史 呈现给全人类 我们中华民族 人才济济 相信 会有人担此大任的 相信不久的将来 一部群书制药的序编 会问世的 我们要感恩 聪明 智慧的老祖宗 对后代子孙的 忽悠 为什么要强调落实 落实 就是修身 在家里面 就是齐家 踏进社会 就是治国 平天下 中国的这一套东西 太好了 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 我们要把它发扬光大 造福于全人类 西方 丢弃了宗教教育 东方 丢弃了 辱世道传统文化教育 这个世界乱了 乱到了如此不堪的地步 人们期望 社会安定的回归 期盼世界和平的回归 如何回归 唯一的方法 是宗教的复兴 只有复兴宗教 这个世界 方能有救 为什么一定要复兴宗教呢 因为西方 没有像中国 辱世道这样的文化 他们靠的是宗教 如果我们深刻的 谈这个问题 宗教怎么个恢复法 要把宗教 回归到教育 而且要回归到 正信的宗教 要给宗教一个很清楚的概念 什么叫宗教 宗教 是教育 大家是否知道 人类的历史 先有宗教 后有文明 换句话说 就是宗教在前 文明在后 文明 是在宗教里边产生的 没有宗教 做基础的文明 是没有根的文明 都不会长久 不会超过 三百年 地球 近三千年来 曾有过二十多种文化 现在没有了 只剩下中国一家 只有中国文化 还存在 其他的都没有了 什么原因没有了 因为宗教基础 崩溃了 大家听到这 是不是一头雾水 这是怎么一回事 宗教基础 怎么还能崩溃呢 因为当今世界 是一个崇尚科学的世界 科学在飞速的发展 人们 崇尚科学 对于宗教是什么 科学家 给出了这样的答案 宗教 是人的幻想 不是真的 社会上的 这些教育 对于宗教的 误会 曲解 给宗教的发展 造成了严重的障碍 所以宗教 立不住足了 据调查 在全世界 信仰宗教的人数 现在 每年成 下降的趋势 这给了我们 一个信号 宗教 在走向衰亡 现在是衰的阶段 再发展下去 到了王的阶段 那就无药可救了 没有宗教信仰了 把宗教 赤之为迷信 思想乱了 行为乱了 整个世界乱了 面对全世界宗教 岌岌可危的严重态势 我们尊敬的上境下空老法师 奔走于世界各地 大声疾呼 所有宗教 要回归教育 宗教回归教育 这是复兴宗教的第一步 这第一步 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 没有第一步 就没有第二步 第三步 宗教复兴 将是一指空谈 怎样把宗教 回归教育 非常重要的一点 是恢复教学 各个宗教的传教师 要讲经教学 这是传教师的主业 不管是哪个宗教的传教师 他们的主业是相同的 就是向信众演说经典 把经典的教理 教义向信众宣讲清楚 如果没有人向信众宣讲 教理教义 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就信了 那你说 这不是迷信 是什么 就拿我自己为例 来说说这件事吧 在我没有进佛门之前 我就认为 信佛是迷信 就在我皈依佛门之后 这种认识 也没有多大的改变 说到这里 有同学可能会问 刘老师 既然你认为 信佛是迷信 你怎么还信了呢 你这个问题 还真问到点子上了 我这样回答你 不知道你是否满意 一是我信佛的机缘成熟了 现在想一想 是不是阿弥陀佛安排的 1991年7月 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 我为什么请了一尊观音菩萨 到现在我都说不清楚 因为请了观音菩萨 我认识了我佛门的第一位老师 就是五大连池 中灵寺的助持 上觉下物法师 然后 悦悦法师 给我传授了三规一 我就这样形式上 进了佛门 二是 可能那时有点清高吧 其实你有啥清高的 不就是个子高 腰板直吗 挺好笑的 在我眼中信佛的 就是大把大把的烧香 貌似虔诚的磕头 没完没了的 求这个求那个 有的还哭的 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还有 就是有人往功德乡 福田乡里放钱的时候 嘴里总是叨咕着 保佑呀 保佑呀 我心里想 信佛就是这样啊 这不是搞迷信吗 我可不这样信 这也是后来 我不跑到场的一个重要原因 学佛这么多年 我从来没向佛求过什么 我也不知道该向佛求什么 现在我知道了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就是我所说的清高吧 还有一件事情 对我影响很大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件事是这样的 哈尔滨吉乐寺院子里 有一个好大好大的炉子 烧纸用的 那些年可火了 谁火了 卖烧纸的火了 到那烧纸 得排队 有时候是用大汽车 乘车的往里面拉纸 这个事一直持续了好多年 后来 来了一位新的住持法师 法师说 佛教寺院 不能搞迷信 坚决要把这个大炉子拆掉 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了 断了一些人的发财路了 人家威胁他 要讨他的命 法师态度坚决 如果我欠你的命 命给你 如果我不欠你的命 你想拿也拿不去 大炉子拆掉了 法师安然无恙 为什么 护持正法 护法神保护啊 还有一件事 在这位法师 未来寺院之前 在地藏殿的后神 供着一大六各种神啊 仙啊的牌位 香火不断 这位法师来了之后 认为这是不如理 不如法的 也坚决 欲移取缔了 这两件事 对我影响很大 我觉得 这才是正法佛教 这才是正法佛教 我对这位法师 充满了敬意 非常荣幸 2010年6月19日 我受菩萨戒 这位法师 是我的戒师 宗教被说成迷信 有没有我们自身的问题 有 这是肯定的 不是宗教本身迷信 是信仰宗教的人迷信 比如像我们佛教 精灿佛事 取代了讲经教学 精灿佛事 热火超天 讲经教学 无人问津 完全是 副业取代了主业 所以说 这是宗教的危机 宗教怎么办 我们提倡 宗教是教育 而且是正信的 宗教教育 七院各个宗教的传教师 都能把经典 讲清楚 讲明白 那就不是迷信了 你只会念经 不会讲经 不懂经的意思 这是迷信 所有宗教 都要回归教育 我们要把迷信的宗教 带回正信的宗教 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和光荣的使命 让我们努力前行吧 宗教回归教育教学 必须有师资 来保证教学的完成 现在 这是宗教复兴的一个难题 没有现成的师资 怎么办 培养师资 刻不容缓 净空老法师 穷尽大半生的力量 呼吁 培养红法人才 两次遇到培养红法人才的机会 可能是机缘不完全成熟吧 两次机会 都错过了 时至今日 每当提起这件事情 老人家还深表惋惜 如果那两次机会 抓住了 现在全世界各个宗教 何愁缺乏红法人才呢 净空老法师 悲心宏愿 十方 三世 一切诸佛之道 一切屠萨之道 一切天地鬼神之道 一切护法善神之道 真是功夫 不负不负有心人呢 老法师等来了第三次 培养红法人才的机会 这就是建立英国汉学院 开办和谐博士班 为全世界各个宗教 培养讲经红法人才 可以这样说 这是一位老人 在晚年所做的伟大壮举 多年来 老人家一贯倡导 世界宗教是一家的理念 他想到了 他也说到了 他也做到了 有时候 我天真地想 净空老法师 一定是阿弥陀佛派来 拯救人类的特使 这样一位老人 怎能不令人肃然起敬呢 他所想的 所说的 所做的 没有一样是为他自己 全都是为苦难众生啊 建立汉学院 创建 开办 和谐博士班 是一件新生事物 没有经验可寻 我认为 这是老法师 智慧的产物 也是 诸佛 也是 加持的产物 我还认为 这是老法师一生中 第三次 遇到了 为全世界各个宗教 培养 弘法人才的机会 也是最后一次机会 成败与否 在此一举 无论建立汉学院 还是开办 和谐博士班 都是要人来做 成败与否 是在人为 有三个问题 要引起我们注意 一是 老法师 毕竟是高龄老人了 不可能所有的事情 都亲力亲为了 这个时候怎么办 一定要遵照 师父的教诲去做 二是 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 是一件 震动虚空法界的 大事情 也可以说 是一个大工程 参与这件事情 说明你很有福报 但是千万要知道 做这件事情 要有足够的大信量 大到什么程度 大到能装下虚空法界 老法师的心量有多大 我们要学习啊 老法师有我吗 没有 老法师争过地盘吗 没有 老法师立过山头吗 没有 老法师搞过明文立养吗 也没有 老法师有的 就是全心全力 为虚空法界一切苦难众生服务 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师父榜样在前 我们要紧紧跟上了 三是 老法师这一次办和谐博士班 不光是为佛教培养红法人才 而是为全世界各个宗教 培养红法人才 这个意义深远呢 这个事情办成了 全世界近五十亿有宗教信仰的人 都会受益的 正因为这样 我们万万不可忽视 这件事情的因果 这件事情办成了 功德无量 如果人为的 把这件事情办砸了 直通地狱 为什么有这么严重的后果 因为你断了无量无边 众生的法身毁命 自然也断了你自己的法身毁命 这就叫做自作自受 我说上面这些话 不是批评谁 是在我们现实生活中 存在这些问题 不说别的 不和吗 大家想一想 一个不和的集体 能办成什么事情 和谐 无事不办 冲突 无事可办 上镜下空老法师 对如何为世界各个宗教 培养讲经教学的人才 有一套完整的构思 也可以说是精妙的设计 我给取了个名字 叫培养红法人才三部曲 第一步 办博士班 培养宗教教教学博士 三年毕业 三年之后 拿到博士学位 国家认同 联合国认同 博士班用三年时间 培养三十名 够得上资格的传教师 初步形成一支 讲经教学的队伍 第二步 办宗教教育学院 这是在办博士班的基础上 提高了一步 开始正式办大学 有三十个宗教博士做本钱 可以办大学了 大学七年 培养硕士生 博士生 七年之后毕业 可以培养出一百名 到一百五十名 宗教博士 他们都是教授级 第三步 办世界宗教大学 这是在办宗教教育学院的基础上 再提升一步 一个宗教设一个学院 同是一个宗教大学的学生 你是哪个宗教 你学哪个宗教的经典 本科学完之后 硕士 博士四年 这四年要涉猎其他宗教经典 就是你对别的宗教的经典 也要了解 就不会产生宗教矛盾了 老法师提倡的 众神一体 宗教一家 平等对待 和睦相处 就得到了落实 下面 我想谈这样一个话题 我们要把正信的宗教演出来 为什么想到这个话题 我是受海贤老和尚 刘素卿老菩萨 刘明华大菩萨往生的启发 他们三个人 是真真实实 把佛法演出来了 事实就在你的眼前 不容你不信 就说我老伴子 刘明华吧 年轻时 演精神病 从22岁开演 老年 演老年痴呆 六十多岁开演 一直演到往生前的三四天 直到往生前两天 才告诉我事实真相 演戏给你看 是逗你玩的 知道这个事实真相 我真的是目瞪口呆 这戏演得也太像了 老伴子逗我玩了53年 我愣是一点不知道 几十年把人家当成精神病和痴呆 还给人家起了个雅号 傻东西 真是错到家了 老伴子 对不起 我向你道歉 说到要把宗教演出来 我们看看 老法师是怎样说的 老法师说 上帝爱世人 基督教这一句是非常了不起的教义 核心价值 核心价值就在此地 上帝在哪里 上帝在人心里 我找得到 我不迷惑 我要学上帝 把上帝的爱 放在我心上 代表上帝 代表上帝 缺爱世人 就对了 能够这样做 你是真正的基督徒 老法师还说 所以神值人缘 信徒 要把上帝的爱 表演出来 教化大众 让大众都能把爱兴起来 这个国土就是天堂 人与人相亲相爱 没有丝毫怀疑 没有妄语 没有两舌 所有宗教经典 你统统去接触 统统去看它 能够看它共同的那一部分 都讲到的 这个重要 不是个别的 专门对这个族群讲的 那是格外的慈悲 那是应激说教 他需要什么 他听多懂什么 就给他讲什么 那是善巧方便 老法师讲过这样一件事情 一位知名的 成功的政治家问他 你看这个世界 你看这个世界还会有和平吗 老法师回答他 能把四桩事情做好 世界就和平了 第一 国家跟国家平等对待 和睦相处 第二 正党与正党 平等对待 和睦相处 第三 族群与族群 平等对待 和睦相处 平等对待 和睦相处 以什么为基础 以爱为基础 爱是平等的 没有差别的 现在 这个世界 迫切需要宗教 宗教复兴了 社会才能安定 东方需要辱事道 西方需要宗教 所以 宗教和辱事道 大团结 这个世界 就和平了 最后一个话题 我想谈谈 宗教领袖 都是圣人 圣人 都是佛的化身 老法师多年以来 一直倡导 世界宗教是一家 众神一体 宗教一家 老人家功德无量 他说 神 只有一个 一个真神 所有宗教的 不同的这些神 都是一个神的化身 明白这个 全是一 没有二 问题 就全解决了 就不会争 第一 第二了 不会争 谁大 谁小了 是一个化身吗 我记得几年前 就有一首集诵 宗教领袖 接观音 化身世间 来度人 无量法门 皆殊胜 归宿 都是极乐人 说的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在我们佛法里 讲的 是应以什么身得度 就现什么身 你喜欢什么样子 他就变现什么样子 是如众生的义 神 没有起心动念 神 没有自己的意思 因为他们是圣人 所有圣人 都是佛的化身 老法师提出的 众神一体 举个例子来说 基督教的耶稣 跟天主教的天主 是一 不是二 你喜欢天主 他就现天主 你喜欢耶稣 他就现耶稣 就像佛们 你喜欢释迦牟尼佛 他就现释迦牟尼佛 在中国 你喜欢老子 他就现老子 他们是一个级别 都是圣人 再比如 伊斯兰教的教主 穆罕默德 他也是圣人呢 如果不是圣人 一个大字不识的人 怎么能口述出一部古兰经 今年5月2日 我去拜见我的老师 我的古文革老师 今年88岁了 他是一位 虔诚的伊斯兰教徒 每次师生见面 谈宗教是一个中心话题 越谈又欢喜 我的老师 对老法师的敬重 令我感动 他尊称老法师为法老 并说 老法师是博才 博人 圣人 一切宗教的创始人 都是佛的化身 圣人讲经 教学 教化众生 原理永远不会改变 他教学的宗旨 教学的主要内容 永远不会改变 佛佛道同 但是教学的方法 教学的手段 是千变万化的 对什么样的人 说什么样的法 这叫应激说法 方法不一样 但宗旨 目标 完全相同 地球上 居住着 七十多亿人口 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生活方式 不同的语言 所以 绝对不能 一种方式 教化众生 佛告诉我们 所有的圣人 都是佛的化身 他在哪个地区 用什么方法 用什么语言 用什么样的身 来教化众生 他都知道 所以一切众生 都能得到 圣人的教诲 我们不知道 他们是一个人 实际上 是一个人 圣人的智慧 是相通的 就像佛门说的 一经通了 经经通 什么是智慧 智慧 就是圣人说的话 圣人说的话 你听吗 下面和大家分享 三首集诵 圣人在世间 无量又无边 众生不认识 往往是擦肩 末法众生苦 诸佛来救度 快快醒来吧 不要再迷了 时间紧迫呀 赶快抓紧吧 别再瞎忙了 念佛重要啊 今天就交流分享到这里 感恩大家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